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再跳一下回到这个石修议员这边 我具体讲这个小新闻蛮有趣 我可以讲说到底谁能够团结 谁能够愈合初选的伤口 侯友宜挺馆长惨遭寒粉出征 侯友宜这两天接受这个馆长的网路专访 那寒粉怒呛没有韩国瑜帮忙 你侯友宜能赢吗 上次选举侯友宜赢30几万票 韩国瑜赢10几万票不到20万票 谁帮谁我不知道 虽然侯友宜说这个馆长 你虽然充满了江湖兄弟的气息 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说他是坏人 结果侯友宜自己的脸书也惨遭韩粉出身洗板 甚至呛说没有韩国瑜帮忙 你的新北市能赢那么多吗 在大家比就说未来愈合能力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韩粉杀伐之气还是很重 侯友宜在这局里面根本就是一个局外人 了不起他过去是这个朱立伦的副市长而已 用这样去洗他的板 你认为有意义吗 这对未来的所谓团结的概念 到底有没有帮助 我个人对这个题目我有一个比较调皮的答案 我认为韩国瑜绝对可以团结国民党 你看这个手板 这是过去的中式新闻被截图的 韩风带动祥和之气 车祸插撞韩粉当下和解 多伟大的情招啊 国民党就是缺乏这种情招 石岑中你看 我讲一个比郭台铭很有钱的人 大家都很熟悉的 Jer Betos就是Amazon的老板 对 贝佐斯 对贝佐斯 他到普林斯顿他的母消息演讲的时候 讲两句话 真的给韩国瑜的韩粉做参考 你的才智像科匹157 不用骄傲 那是上天给的 但是宽厚是一种选择 你要以你的选择作为你的自豪 而不是你的天分 韩国瑜的口才 韩国瑜的反应 韩国瑜的机制 那都是天分 可是我不得不说 在宽厚这一块 有些韩粉的表现 让人坦白讲 是蛮失望的 Kindness is your choice 宽厚是你的选择 你却没有选择宽厚 你的韩粉 我必须要说 我的年龄虽然大了一点 但是我的记忆很好 我亲眼到目前为止 还历历在目的是 当时在去年 国民党一片低迷的时候 韩国瑜甚至 这点他真的要感谢吴敦毅 不敢在高雄选 带着保证金跑来台北选市长 各位应该在这画面 都记得很清楚 吴敦毅对他很够意思的 保证金没拿到没收 叫他继续回去选高雄市长 谁去帮他带到市场上亮相的 那个人叫做侯友宜 侯友宜在去年 国民党一片低迷的时候 是他唯一 他是最开始的那个 那个带头的老母鸡 他是当时的母鸡 韩国瑜那时候 连小鸡都不算 他是一个还没孵出来的 一个蛋而已 可是转眼之间 他成为天王巨星 我不得不说 侯友宜没有韩国一样会当选 但赢的票数不见得会那么多 这点我承认 因为那个不是苏贞昌比他烂 是因为大环境 根本不是苏贞昌能逆转的 所以侯友宜在台北 新北市本来就蓝大于绿 再加上他因为很多人投票 我想你也很清楚 相亲的背景很重要 侯友宜因为蔡英文的关系 他拿到确定蓝的票 不会分裂 全部在他身上 还靠他嘉义同乡会他的票 另外他本身比较中性的形象 那种接地气 他也不会输入韩国瑜 他是会赢 你赢的结果就如同韩国瑜一样 有个垫脚石叫蔡英文 但今天如果把说 你今天当选是靠韩国瑜的话 我相信侯友宜不接受 大部分投给他们 那您刚才讲的话 非常的经典 你说材质是老天给的 可是宽容是自己的一种选择 所以这个后天的选择为什么 韩国瑜做不到 他常常讲说 所有骂人都是假韩粉 我听了这句话我很不服气 因为我是被韩粉攻击到 连我小孩生命都受威胁的人 我常觉得说 韩粉你怎么分真假 韩粉有考试吗 有测验吗 有受证认证吗 说你合格韩粉 那不是的话就是假韩粉 这些真假韩粉 假设有的话 他们的网路攻击 不是在创造你韩国瑜的声量 然后让批评者晋升吗 如果从结果论来讲 有什么好分真假的 重点是这个领导 这个政治势力的 这个政治团队的领导人 你对这样子的网路霸凌事件 你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态度 你只是说我用屁眼看他 你屁眼看他有什么用 我看到你屁眼你的痔瘡 不是这样子的啦 太差劲了 再补一句真的太差劲了 对不起我情绪有点激动 到今天为止 我的小孩还被人家威胁 昨天领导分局的刑警队要跑来 说你要不要报案 我说报案又怎么样 你们的署长一报案 都是大陆的IP 我昨天我的朋友 清大的电机系教授 他说文家我跟你测试 你的脸书IP在哪里 我的脸书IP在美国 我太太脸书IP在马来西亚 问题是什么 我们的脸书IP在哪里 他有一个很特殊的安排 所以脸书IP在哪里 不代表他就一定是那里的人 通通推给大陆 连大陆的网友都跟我留言 说你们台湾的警察太天真了 他说我们脸书翻墙 我们哪会怕你们台湾的警察 我们怕的是大陆的公安 没有那么笨的人 台湾人干的 大陆人干的 哪里人干的 不是通通都是假 往大陆那边去推 太可恶了 那你的看法 为什么韩国瑜兄 不出来讲几句话呢 文家 其实你有这样的感受 我相信所有网络上的朋友 都有这样的感受 今天你的宽厚 在你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可以天马行空 发大财 人进的来 出的去 人家不会计较 可是当你拥有权力 一个高雄市长 掌握上千亿的预算 可以指挥这么多人的时候 你还是用一种 嬉笑怒骂的方式 来面对这种问题 我到现在还记得 当郭台铭要参选 从他的太太到他自己说 背后被人开枪的感觉不好 我选了三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个人宣布参选 叫背后对你开枪 参选是每个人的权利 你有本事你可以参选 我有本事我可以参选 怎么会说 背后被人开枪的感觉不好 你这样的态度 当然烂捏寒粉 就必须用最激进的行为 来讨伐他的敌人 还击付他的新闻局长 怎么说 他的官传局长 郭台铭不够意思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医生 凭什么要告诉你 你是谁呢 我觉得今天 当你韩国瑜在选上之后 自我膨胀 早期是人把他造成神 他自己最后变成 把他自己想像是神了 自己想成神了 我觉得当自己 变成这种大头病的时候 我真的在政治上 看过这种大头病太多的人 最后的下场 不是走下凡间 而是被人家从神堂上请下来 请下来 OK 我这么一个 李万棠这是个老师 他写一个侯友宜的手版 Google将在新北市成立 新的大型研发中心 的T Park 可容纳4000名的科技员工 将要将台湾打造成亚洲戏骨 侯市长一直静静的 但就是那么棒棒的 台湾不缺叫嚣的政治人物 我们要的就是什么 静静的棒棒的 侯友宜有没有缺点 当然有 持续严加看管 但是这个国家缺的就是什么 静静的棒棒的 帮国家 帮寿星阶级拼出一条血路的人 少在那边吹牛了 自由时报 凭这个6月1号 这个韩市长 这个他要在首都凯兰格达 凯兰格达大道上面要造势活动 韩6月大造势 逐利伦批 劳民伤财 郭董封韩国瑜 选举是拼经济 不是在拼造势 施琪怎么看 初选就拼成那样子 对我觉得国民党这次的初选 的确都还蛮惊人的 那个阵仗都很大 比如说凯道的大造势 比如说登板板广告 并且很早就已经上战车了 上战车跟大家挥手 这的确 比较少在初选的时候看到了 那我觉得现在韩国瑜要办大型造势 造型的大型造势的 这种活动 其实我觉得没办法 因为郭董的确是看起来来势汹汹 那联合报的民调是 郭董持续在往上 那对于韩粉来说 他当然没有办法咽下这口气 因为他非韩不投 就是他对于韩国瑜的信仰 已经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境界 所以他当然要把他拱固 告诉你说其实我们还是很强 难免互相较劲 但是我觉得韩国瑜自己有一些地方必须要做修正 的确是除了你刚提到的说 他可以多给人一些关怀 多一点的安慰 让人感觉到温暖之外 我觉得他 他把他的朋友都变敌人 这件事情并非好事 比如说杨秋行 好杨秋行你可能说他形象不是那么好 韩粉可能觉得 你根本就是当初扒上来等等的 可是他的确在选举的时候有帮一些忙 他的确对于原本的高雄县是熟悉的 那把这些人都变成你的敌人的时候 我会觉得那你韩国瑜是不是在过程当中 你漏作了一些什么东西 因为如果你对政治是有企图心有想法的话 你应该要像柯文哲一样 朋友越多越好 敌人要越少越好 这才可以增加你基层的那个 这个厚实的程度啦 所以他的确有一些东西应该要多做一点 我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去补强最快我不晓得 那但是你说现在看起来国民党里面 相争的蛮激烈的 民进党里面也相争的蛮激烈的 我前几天在这个节目也讲过一句话 就是我的确看到了戴利安的谈话 戴利安说现在其实都在盘整 8月才会是一个比较稳定 比较明显的 那所以谁才是那个真正可以去团结 做下一个阶段修复的 不知道 但是我会觉得蓝绿 出现的那个人 都得要负担更多一点的责任 就是赢的 赢的人 你只能鼻子摸摸 过程间你就算受尽委屈 但是因为你赢了 所以你必须要腰腰弯到90度 这是在过去每一次 不管是县市长初选的时候 我都讲一样的话 赢的人二话不说 你就是要登本拜吧 赢的人要负责修复 这个最困难的工作 你说谁会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韩国瑜还需要更多一点的努力 我当然反凤 因为那个对不对 一片祥和之气 这韩粉撞到车 下次握握手 我是A一下 我也希望说他真的 爱与包容不只是停留在嘴上 就是他的行动真的要跟上他的嘴巴 他在刚刚的市政也是一样 行动要跟得上你嘴巴 吐出来的政界 你的爱与包容 也必须用行动 来跟上你的理念 我觉得那个才是最重要的